LGBT 謝謝 首先你第一次是一個LGBT的 就是RARLY場合的年輕人 你現在是不是很害怕 我最害怕因為我其實是 很少見那麼多基佬和Lesbians 不是 我是很少見那麼光 我見到周耀輝好像在附近 他躲起來了 是的 OK 那怎麼樣 閒關 和本來沒牌的閒關 但你見到很少 這個是Applet需要更大的勇氣 其實最近我們都很關心明哥 雖然他肯這麼坦蕩的come out 但我見到本地的傳媒媒介 那些狗仔隊追到你 裙甩褲甩 怎麼樣?最近OK嗎? OKOK 那 OK 我也希望你可以share 稍稍稍稍稍待會阿明哥會唱歌 其實在你成長的過程裏面 有沒有遭受過一些 比如說 恐童的對待 我想 我活到這麼大個人 中間一定有很多 但是 但是因為這麼久都練了很多武功 就是已經完全是 白毒不針 是的 但是我記得 剛才我跟傳媒說 我說 我記得在大明一派 剛剛出道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出街 我記得有一次遇到 有一個媽媽 跟一個小孩子 走過 我忘記了 走過哪裏 然後走過 你就聽到他 不大不小的聲音 就跟兒子說 欸? 那個呢 就是大明一派的死基佬 哈哈 是指你還是指阿達? 哈哈 當時只有我在這裏 我覺得當時指著阿達先秒 不不不 當時只有我在這裏 只是我在這裏 只是我在這裏 因為死基佬是不可以做夢為大師的 哈哈 哈哈 其實也有 是 但是 你覺得這樣的 為什麼 為什麼媽媽這樣教新孩子呢 你覺得社會很可憐 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趁著這個場合 你覺得應該怎樣跟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也好 其他可能還是躲在衣櫃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跟朋友說 就是怎樣去應付這些 就是所謂的phobia 社會上的恐動情緒 怎樣去應付啊? 現在都在應付這樣 不是啊 好像今天的主題一樣 怕什麼 我想最重要是不要怕 因為我們的社會 我們一路養大那個 那個upbraining的過程 我們的教育呢 都灌輸了很多 怕的culture給我們 我們是不應該在巨怕裡面成長的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是一個 什麼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的 社會 一個環境裡面成長的 我想我們 東方人 尤其是中國人 怕得太久了 不要怕 不要怕 怕什麼 基督教教聚 怕什麼 會好一點 力量會大一點 好了 明哥還沒跟我們唱歌之前 首先想明哥跟我們做一個很嚴肅的儀式 就是先前我們為了要悼念 在世界各地 因為不同的恐童情緒 或者暴力也好 而離世 甚至可能是輕生的朋友 我們向他們作出最有的志意和悼念 好 這裡有一支白玫瑰 麻煩明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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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